啊 四命 再敢往前多走一步 莫怪我这混金当不讲情面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石山兄弟 好久不见 最近去福云殿都没有见到你 维兄心中事事挂念 本该与你好好续续旧 可惜维兄杂事缠身 只能下次聊了 好 我们就此别过 站住 小仙只想求挑活路 请兄弟高抬贵手 瞎了你的狗眼 我识男识女你看不清吗 石山奶说我前名 现在我叫石山 十 三 仙子 说 你这些年为什么躲着我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石山兄弟 你 石山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为什么躲着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要你说 好 我说 五万余年前 你还是难教 在神尊帐下为教 你我一见如故 畅游北海 你还教我御海之术 乘风破浪中 我们借着九姓结败为兄弟 可没过几年 你却化成女娇来找我 说喜欢我 要和我结为伴侣 你这一时间让我如何承受得了啊 如何承受不了 那 那时候 你还长着胡子 我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可我这 北海月下 你说过 与我相见恨晚 我们对于月盟是勇为知己 这话是你说的吧 我都问过云风上神了 他说 知己就是伴侣的意思 如今 我已经化为女娇 你难道要反悔不成 这 这云风上神靠谱吗 他的话怎能轻信 他跟你说 知己是伴侣的意思 可在我这儿不一样 在你这儿 就更不一样了 我怎么就不一样了 就因为我以前当过南疆 你便瞧不起 是也不是 是 是 不不不 不是 你就是瞧不起我 我们家人族在幼年 根本就没有性别 你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就因为这个不理我 躲着我 我听闻凡间 那助英台也曾当过男人 可梁山伯不一样 视他为挚爱吗 为什么人家都行 偏偏就你不行 你要真是助英台 我也就认了 人家那是扮男装 人家其实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真女人 可你这 我 我哪里讲 我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女人 好吗 十三 你看什么 十三 你别冲动 十三 十三 你别 十三 你别冲动 你 十三 你 十三 你 十三 你 十 十 十 你就这么嫌弃我吗 无论如何都不肯给我个机会是吗 我这儿造了什么孽呀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 我只喜欢你 你喜欢我哪儿 你喜欢我哪儿 我就把哪儿改掉 我 我喜欢你活着 那我就去 其实我也挺喜欢我这店的 那 那什么 送你的 不要 拿着 不必了 我让你拿着 我说不要 潘芸信 不要以为你现在变成了什么私命新军 我就怕了你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要 还是不要 要 记得啊 以后每七天就要来福云殿看我一次 那不可能 那我就去私命殿找你 还是福云殿吧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再会 再会 我说再会呢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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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真的 在劫难逃 我 你 我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过世 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是他吗 是 远渡为何还活着 当年他并没有死 被国主押在了傅陵渊之下 我们却一直蒙在鼓里 过世 我们被骗了 过世 凌月他骗了我 过世 那老贼虽然没死 保住了狗命 但傅凌渊乃是死灵之地 他被困在下面 与死无异 无异 远渡还活着 甚至能用法力 从傅陵渊底下传出生意 无异 好吧 既然他还没死 那我就让他 再死一次 可是傅陵渊乃是神魔两界的交汇之地 十万年前 魔戒入侵 乃是天尊亲自下的封印 远渡现在 在两界中央的混沌之处 以我们的功力 根本破不了天尊布下的阵法 仲昊的父亲列仪 是 精通古镇是天族的布镇天才 当年封印傅陵渊的时候 就是他协助天尊完成的 是的 可是仲昊一族全都死了 仲昊还活着 在他们一族陷进魔君的时候 我们的人不是说他逃进幽都山去了吗 是 顶紧点吧 不要有差池 是 是 你知错了吗 我问你 知错了吗 孩儿不知 你公然维护杀凶仇人 还与新任战神为敌 你还不知错 神尊没有杀害兄长 天雷真君也不是新任战神 他紫云台杜劫并未完成 还做不上战神之职 你是瘋魔了吗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只有你不明白 那九尘心里如果没鬼的话 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烧毁战报 我们原家 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工资不分的女儿 母亲 你有没有想过 此事或许另有隐情 隐情 隐情就是十万天兵天将 都死在了他九尘之手 隐情就是他坠入了魔道 隐情就是他归宿在长生海五万年 以为时过境迁了 想蒙蔽他人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再去福音殿 我已备下重礼 隐情 稍后你亲自送给天雷真君 向天雷真君道歉 如果 你再敢有别的想法 你就不要做我原家的女儿 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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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情